薄熙來還押北京代判 可能還有 Season 2 在五日的庭審入面 薄熙來絕地反擊 暫時告一段落 擇日宣判 有消息人士向蘋果披露 薄熙來在星期一下午休停時 已經押返北京巡城監獄 因為給他長時間留在制男不安全 而巡城監獄就守衛森嚴 亦都有一定級別的配置 其實在審訊期間 薄熙來都被特別看待 不單止不用住看守所 連入住的地方亦都經過裝修 不過他在庭上上班 還透過法庭文字直播 就的確令人意外 有獨立評論員認為 官方今次大大提高評審家透明度 是鑑於郭開來和黃立軍案 被批評黑商作業 想借薄熙來案 體現司法公正正義 審理期間 公檢法每日都開會檢討 更加有意打造成全國典範 我想這個進步 這個進步希望適用於其他公民 雖然外界認為 薄熙來很大機會入罪 但有評論員說他未輸得完 至少在庭上激變之後 左派還覺得他是英雄 但是不管你怎麼判 反正將來哪一天如果 中國有重大的變故的話 他仍然有機會 他應該會被當成一個 一個政治派別的一個領袖 再出山 所以在這個 官司可能輸了 但一定要輸的體面 他又真是沒有說錯 曾經公開說毛澤東是老師 嫁左派學者 接受BBC訪問時 力襯薄熙來的重慶模式 說重判他會對中共自我隔身 形成致命打擊 還說薄熙來 即使受賄二千多萬人民幣 與這位被指 臉財27億美元的相比 薄熙來簡直是連結 又慨探薄熙來不像溫家寶一樣 有後台 所以才被的上庭 薄熙來案 預料在11月召開的 18屆三中全會之前宣判 有意見認為 若薄熙來被定罪 他肯定會上訴 今次博案Season 1 已經大爆老婆吸毒 兩公婆各自各偷歡 看怕博案Season 2 將會更加精彩